面对全国行动管制 人文学校的课堂将无法进行 客户团队决定云端教学 让孩子们继续学习 客户主也速速地在一个星期多的时间里 把原本已经设计好的课程 转换去线上视频教学 我们这些客户团队 我们是用电话来联系 然后一直一直跟进 我们要感恩天龙师兄 他设计的这个quiz board 这个也是相当有趣 就是他孩子回答什么 你答对他就会有一些烟花什么这样子跳出来 然后我们要得了佩山师姐来当这个课程的串场的主持人 然后玉兴师姐就帮我们做这个后续的剪辑 一直很努力的在做 虽然短短30分钟的线上学堂视频 但却是客户团队们的考验 第一次承担录影与剪接 一切从零开始 客户团队们却没有埋怨 感恩有家人的善解和配合 让这个新手的我拍了又拍NG了很多次 然后我本身也在这期间也不得去上网学习一些软件 多争端的然后终于能够拍了这个小小的寻导影片 也是非常感恩喔 因为有这个机缘喔 我们可以在家里多摸索 多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 也不会在家里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而无所事事 在看回后面的时候真的感触非常良多 尤其看到好多家长的回馈和慈善孩子们的回馈的时候 真的是感动满满 疫情期间 客户团队不怕困难 一心只希望孩子们的学习不间断 我们都知道教育这条路不好走 就希望说在孩子里面心里面有一个善的种子 过长大后再把这个善的种子传播出去 给身边的人 身边的家人 身边的朋友 带来新闻马来西亚真山美志工采访报导